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夹的话呢 它是通过一个方块料进行夹紧 然后呢进正面进加工啊 把它的一个 这个上面的一个这个台阶 包括这个两个销孔 进全部做掉 然后这个区这个位置的话 还是保留一个方块的一个形状啊 然后加工完之后 顺便再通过梯形刀 把这一个梯形槽 去把这个倒扣这个这个槽 你看这个槽子啊 这个槽进加工出来啊 通过梯形刀由上往下 一圈一圈进 把这个槽进加工掉啊 加工完这个梯形槽之后呢 接下来就做第二夹 第二夹怎么做 第二夹这样竖起来 竖起来 然后呢 通过一个仿形夹具啊 这么进行夹着 哎 仿形夹具 这个一个半圆弧 加上一个直升边啊 这边是个半圆弧 加一个直升边啊 一个固定的 一个活动的啊 正一锁紧 锁紧之后呢 然后再加工我们第二面 第二面的话 也就只需要把这个平面和这个螺丝孔 和它的一个侧面啊 进行洗掉 好 洗完之后 接下来 那么也是我们的这一个啊 我们的这些面啊 这些面啊 就全部都完成 对吧 完之后一三夹这样放平 然后右边靠位靠住 进锁紧 然后加工这个开口 把开口做完之后 啊 这个孔也进行钻出来啊 啊 开口定做完之后 然后再进行竖起来 因为这个位置是有直升边的嘛 就通过这边直升边进行夹紧 你看这里不是直升的吗 通过这个直升边进行夹紧 然后呢 通过左边的一个靠位 靠住 对吧 然后再进行加工它的最后一夹 那么这个产品就全部完成了啊 好吧 但这个的话是需要一些仿心夹具 需要一个仿心夹具 其余的啊 全部都会进行做出来 好吧 那么大家能够理解吗 因为这是一个批量键啊 就是相对话呢 我们是 嗯 不是很多 总共是二三二键啊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在一个班左右就已经做完了 所以大家的话呢 啊 也可以按这个师傅去走一下 因为做这种旅产品的话呢 我们会经常用到一些旅用夹具啊 就是你可以就是在苹果钱上面啊 钱 前面夹一块铝块啊 后面几块铝块啊 然后呢 把一个形状进行洗一个仿心出来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种仿心夹具 这种简易夹具呢 我们用的是非常多的啊 那么 好 那么我们的一个这种旅用前果的话 我们就不多讲了吧 其实像这种类型呢 我们做旅产品用的比较多的 那么这个产品的话 报价怎么报呢 第一个是材料费 第二个是加工时间 第三个是睡点钱 顾色钱 对吧 那么我这个产品的话呢 总共是加工了接近二十分钟 怎么了 好 它的一个单价 然后我这边报是报在八十块钱一件 那么这个单价 你们认为赚了还是亏的呢 啊 这个材料是客户提供的啊 不是包工包料啊 要客户提供材料 然后我们进行加工啊 好吧 那这边就只能不多 然后呢 总共有什么什么说的 或者说对这个价格呢 有意义的啊 或者说有什么想法的 在下面评论区评论出来 好吧 那么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钱一峰啊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开始G54绝对加工坐标器的一个分钟啊 一个是手动分钟 一个是自动分钟啊 那么这一讲的话 我们就先把手动分钟讲完 那么下一讲呢 我们再来讲啊 如何通过啊 机床内部的一个功能啊 进行自动啊 取得G54的一个分钟 好 过来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离心棒 就是进行分钟用的啊 这个离心棒的话呢 我们正常转速是400到500转啊 你不能够太高了 太高了 你看这个当然是可以扭动的 是吧 你这边如果说呢 你转速太高啊 它这边又一甩就甩飞了啊 我这边线下的话呢 有几个学员啊 转速开到6000把我的这个挡风玻璃啊 是吧 不是挡风玻璃 就是上面那个叫钢化钢化玻璃吧 给它搞碎了啊 所以说相对应的话呢 安全第一 嗯 OK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把这把刀装到机床里面去呢 因为前面我都没有讲啊 那接下来我就教大家怎么装这把刀 好 那么我们要进入到手动模式啊 是吧 你不要给我进入到什么自动啊 单动啊 不要进入到这些这些状态啊 是吧 要进入到手动模式 我们才能够进行装刀的啊 进入到手动模式这里亮了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绿色的按键啊 我们 你不要摁得太轻了 摁得太轻了 你听一下声音啊 看到没有 啊 就不要太温柔了啊 你可以稍微重点 摁进去 哎 听到这个声音 懂了吗 然后这个上面呢 有两个卡槽啊 你要对准组组上面的两个卡槽啊 然后呢 摁进去 摁紧一点 然后把卡槽对好 然后呢 松掉这个键 好 那这把刀又装好了啊 OK 那么能够明白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参数吧 好 我们先进入到MDI方式 因为刀已经装好了 所以我们要把转速开起来 所以M3啊 我们这边可以重新输入啊 M3 S450 点击输入 点击启动 好 那我们的转速就开到450了啊 开到450之后呢 接下来进入到手轮模式 接下来通过手轮来进行分钟啊 分钟的话呢 我们会用到相对坐标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一个手动分钟啊 所以我们就会用到相对坐标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对X再对Y啊 OK吧 然后Z的话呢 这个内容涉及到G43了啊 那这个内容呢 我就放到后面再讲啊 但是我们也可以如果说你是 啊 竖空洗的话没有刀库啊 是吧 那我也可以拿一把刀啊 给你们演示一下把它的一个Z呢 也进行对出来 OK 我们对准机场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通过啊 手轮来进行调了啊 先进入到X X啊 然后呢 调到100的倍率 我们进行移动啊 那如果说我想要刀具往 弓箭的左边移动啊 应该怎么动啊 那么因为往左边移动相当于-X了 所以我们要往-X方向进行移动啊 旋转 对吧 然后接下来Z轴啊 往下降 然后现在好 我想让这个刀具往弓箭的前面移动该怎么办 往进入到Y啊 往正向方向啊 是吧 刀具往弓箭的前面走吧 就往正走 OK 然后X啊 往这边走 Z轴下来一点 好 X啊 100的倍率 走快一点 好 碰到之后呢 好 调到10的倍率 一撕 然后慢慢动 慢慢动 让它离心棒在摆动的时候 再到不摆动啊 不摆动突然之间摆动了 说明我们这个边对好了 就从摆动到不摆动 再到突然摆动就停下来啊 我们一撕一撕的调啊 好 现在有一点点不摆动了 现在已经好像有点不摆动了啊 好 现在是差不多了 好 摆动了 是不是啊 说明当下这个为什么对好了 是不是啊 对好了X之后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 这个啊 页面里面去 到我们的寄存页面里面去啊 把这个相对的X进行清零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对线这个位置呢 是数值是不对的啊 那我们就点击相对清零 点击X 点击确定 搞定了 X清零了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来对它X另外一个位置啊 对好 左边 清零之后 抬刀 到右边来 再用离心棒把右边对完 这边就有个数值 然后把这个数值除以二 移动到这个中间的这个除以二的位置 移动中间这个除以二的位置 就是我们X分钟的一个位置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把X呢 往回退一点 接下来我们再重新对啊 重新对 再对一次 从摆动到不摆动 再到突然的摆动 OK 好 这个状态搞定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数值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插了一个丝 那没关系啊 你反而反复来 反复两遍啊 一个丝以内啊 都没问题的啊 OK 那说明呢 我们的X 左边对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进去对右边 主轴抬起来 X呢 往正方向进行旋转 因为刀具要往弓箭的右边走吧 是吧 右手做比较细啊 右手法则 这个呢 前面都讲过了啊 往下降 X呢 再进碰我们的啊 右边 啊 先100的倍率啊 慢慢接近之后再调到10的倍率 再调 从摆动到不摆动到突然的摆动 OK 摆动了 我们再来一次 再看一下 摆动到不摆动 到突然的摆动 OK 搞定 说明我们就对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进行啊 进入到啊 面板 好 这是74.04 那我们就以这个值呢 进行除以2啊 那么70除以2是35 4除以2呢 是2 那么35加37 37.020 我们进行啊 把Z轴抬起来 然后呢 移动X啊 移动X移动到37 啊 不 37.02 好 往复方向走 因为现在是正方向嘛 所以我们要往复方向走啊 37 啊 然后加一点 OK 好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我们X分钟的位置了 那我们这边就设置一个当前输入 点一下 确定 好 那现在我们的一个X的一个机械坐标啊 而不 X的一个机械坐标啊 就输入到我们G54的X里面去了 那么当前这个啊 机械坐标的位置 就是我们G54X0的位置啊 那么Y呢 我们也用同种方法来进行对一下 好 我们进行的页面 好 移动X 然后呢 啊 往Y那个方向走 Z轴呢 降下去 好 调到10的倍率 好 从摆动 到不摆动 好 突然摆动 好 搞定了 那我们进行Y70啊 没关系啊 我这边就直接在面板上输入了啊 操作和X是一模一样的啊 相对70 Y 确定好 Y70了 那我们再进行Z轴抬起来 然后Y移动到另外一边 Z轴 降下去 然后再Y移动 啊 再降一点 好 再调到 啊 十的倍率 慢一点啊 从摆动到不摆动 再到突然的摆动 OK 好了 那我们的Y呢 也对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Y的值是多少 Y的值呢 是64.12 我们先把Z轴抬起来 64.12怎么去算呢 60除以2是30 那就是32 12除以2就是6 就是32.06 而且是负的 那我们就要 应该是负的嘛 所以我们Y呢 就要往正方向走啊 是吧 移动到-32.06 往正方向转 好 那么32.06 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Y对好了 Y对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返回 进入到坐标系啊 点多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光标呢 移动到Y的位置 这个是-267.47 是吧 我们点击当前输入 确定 好 那么267.47就搞定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X和Y0的位置对好了 那我们来进行验证一下啊 好 我们进行复位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XY对好之后 我们验证一下XY吧 好吧 MDI 70 G90 G54 G0 啊 就是啊 绝对啊 然后呢 G54啊 然后G0啊 进行调整啊 然后X0 Y0的位置 好 输入 那接下来我们按一下启动 看一下机床面板 启动 好 我们把这个Z轴呢 往下降一点 进入到手动模式 好 往下降 啊 我们可以放大看一下啊 它基本上呢 刀就已经在我们这个弓箭的一个正中间了 是不是啊 那我们的XY对好了 那我们来进行对Z 啊 比如说这是我不带刀库的啊 啊 那我这边就装一把刀啊 来进行对它的一个高度方向啊 进入到手动状态 来 把分钟棒取下来 然后呢 把这把D10的鲤鲤洗刀装上去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对Z 进入 好 进入到手轮模式 然后接下来 我们拿一个10个大大大的一个啊 对道棒啊 通过它来进行对Z啊 对Z 好 我们手轮的Z往下摇 X往这边移动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这呢 就把倍率调到10倍率 好 现在我们这个刀棒呢 还是可以过去的啊 是吧 那现在我们就哎 把这个倍率呢 调到10啊 就一个丝慢慢的往下降啊 往下降 好 OK啊 过不去啊 现在是能过去的啊 下面 好 那现在过不去了 过不去了 是不是啊 那我们这边再往上抬一个 好 哎 可以了啊 可以了 就是你通过上下的一个调节 让这个棒子啊 刚刚好过去 哎 调一格它过不去了 哎 调一格它又能过去了 那说明呢 我们这个状态的一个啊 Z轴呢 这把刀的一个Z轴就对好了啊 那对好这个Z轴 接下来我们怎么操作呢 到面板上面来 好 那么我们进入到坐标系里面去 因为当前这个Z呢 是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对刀棒啊 进行做的一个 就是对好的一个高度了啊 也是当前这个高度 就是我啊 这个刀具 我们加工刀具 离弓箭 还有十个毫米的位置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边就点击呢 当到Z这里啊 点击当前输入 那么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这把刀具的一个刀尖 离弓箭表面 还有十个毫米的位置 是不是啊 那我想要刀尖和我们的一个 就刀具的一个这个刀 刀具中心吧啊 和我们这个弓箭的一个平面啊 平起呢 重合呢啊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外部增量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增量座标系啊 这里输入个-10 那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一启动呢 你G54 X0 Y0 Z0啊 就是说啊 在这个基础上 再往下降十个毫米 是一个外部的一个增量啊 是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刀的一个刀尖 就哎 刚好和我们弓箭平起了啊 就说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G54的XYZ就都对好了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手动 对G54的一个方法啊 小文们学会了吗 好的 那么我们G54的一个手动分钟的方法呢 和小们都全部展示了一遍 希望大家呢 自己多去操作 把这个方法进行学会啊 因为呢 这个是我们超级必须的 要学会的一个内容啊 那么想学编程找一封 记得点赞加关注 拜拜